新一项的雪原洞瀑布 一带生态丰富 瀑布附近参有明猴出没 故当地民众以此命名 为延伸流离光之小景点 政府去年向观光局争取一千万的经费 修设雪原洞瀑布吊桥及布洞 工程于日前完工 我是说想要来家外旅游的 这个地点是非常适合让你来这边做旅游 空气非常的新鲜 你喜喜的凉空吹来 你的感受就非常不一样 而且这边的分多倾又相当的高 保证你身体一定会健康 身体一定会强壮 尤其信念你的角力 这是最好的地方 所以我想我们再来跟相公所来研究 从琉璃吊桥 然后再有接波车 接波到我们水田洞 然后让他们徒步来观赏 水田洞的瀑布群 有三个瀑布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良好 非常优美又大自然的景观的一个宏景点 经过会堪 县长决定在瀑布附近试坐 低形阶梯 并增加官瀑平台 民众爬山后 见到壮观的瀑布景观 必定深感不需此行 而当地村长也乐观其成 也希望未来改善大陆后 并能吸引更多游客 这边是蛮天然的 应该经过几任的县长跟乡长 大家的努力 这边已经都有一个雏形 现在唯一比较困难的就是说 进出的这个道路太小了 把这个道路稍微整理得稍微宽敞一点 这样游客来的话 第一个他们的安全 我们能够跟人家照顾到 要汇车什么过方面才会比较方便 林县长表示 水连洞瀑布一带空性清新 风光秀丽 吊桥上还可以见到 总观的峡谷地形 时时凉风吹过 跟那爬山后的疲憊都烟消已盛 尤其夏天水量丰沛时 可同时见到三座瀑布被柳直下 是个非常适合假日爬山 粗油揪气的好去处